如竹南坎地區隨著捷運綠線G12 G13 G13A的開發 周邊的土地也將進行區段徵收 而是服務也讓民眾了解區段徵收的內容 因此在今日與光明和平公園舉辦公開說明會 要向民眾解釋南坎的都市計畫開發案 按照內政部的函視跟行政院當時91年函視 原則上就是以辦理區段徵收為主 也就是說目前這個案子還在都市計畫公展的階段 那但是就是在審定之後 如果確定審定了 因為這要經過二級的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議 包含我們桃園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跟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這審議審定之後 這按照我們土地徵收條例的規定 就可以先行辦理區段徵收 這次桃園市政府所舉辦的 變更南坎地區都市計畫案說明會 由於防疫規定 因此會場只提供500位民眾入場 不過會場周邊人聚集了相當多的民眾 甚至還有房仲業者藉由說明會 釋出向民眾詢問是否願意土地買賣 所以對地方的建設我是贊同的啦 但是現在還在開會當中 還是要看大家的意思啦 看當地的意思怎麼樣 要重畫嘛 要開發嘛 有在重建有寄信來 就是應該在重畫區裡面吧 桃園市政府在光明河濱公園 舉辦第一場的變更南坎地區都市計畫案說明會 除了提供民眾都市計畫變更的相關資料以外 同時接下來也將會採取民眾的意見 進行整體規劃 希望要藉此保障民眾的權益 記者王中均團一報導